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前有个猎人带他的猎枪去打猎 结果他看到一只小兔子 他就砰 小兔子的脚受伤了 赶快逃掉 猎人派出他可怕的猎狗去追那个小兔子 可是说也奇怪 怎么追怎么追 也追不到那只小兔子 猎狗就回来了 可怜的小兔子拖着他受伤的脚 回到家里的时候 兔子妈妈好紧张 跑过来问说 小兔子 你脚受伤了 怎么猎狗都追不到你 小兔子说 妈妈 那是因为猎狗是努力地追我 可是我是拼命地逃 所以小朋友 现在大家知道 努力跟拼命的不同了吧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一对 拼命父子的故事 小朋友的名字叫做邱文山 就是我幸运地遇到这个秋山 当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长大了 虽然他外表解肢 可是我觉得他很像正常人这样 每天都努力工作 有些人会嘲笑我爸爸 可是我觉得他不是残废的人 爸爸是后相 清晨六点不到 邱文山已经起床了 因为他每天一早要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他从来不会赖床 因为这样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整理家里 扫地,然后有时家里蛮干净的时候 就先洗碗 然后把昨天的衣服脱水 然后脱水好的时候 爸爸起来,我就陪爸爸聊天 然后我就开始抱爸爸了 上下车 因为爸爸出去工作 文山的爸爸年轻的时候不小心 从树上摔下来 造成下半身瘫痪 后来又因为感染 双腿都截肢了 不过爸爸还是认真地出门 去开计程车 文山每天得要抱起70公斤的爸爸 坐上计程车的驾驶座 爸爸才能出门 文山就赌台东县海段博中七年级 他看起来虽然壮壮的 但其实只有43岁 升上国众之后 文山开始接触到千球 加入了校队 他很重视 也很期待能够有比赛的机会 不过为了帮爸爸的忙 早上的校队训练 他难免偶尔会迟到 早上的校队是6点半 6点半其实是蛮早的 他迟到的时候 他都会说明理由 我才知道原来他家里会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本来想说 他迟到就这样结束 结果没想到他还跟我说 老师,我可否利用午休的时间 来补课表 好,不错 文山有进步 对 力量都拔出去一点 很好,加油 文山,你在做的时候 蹲下来,腰要打直 所以不要头背 这样会受伤 背要打直下 利用腿部的力量 还有腰带上来 脚没有用力 为了练牵球 文山得早早赶到学校 接受体能训练 有时候迟到了 还要牺牲五岁时间来补课 文山让自己这么忙 其实是有原因的 练球 这样可以训练 力气大 然后这样不太会 那么怕会跌倒 还要训练背肌 因为我 我爸爸讲说 可能我的背肌还不够 还有脚力 所以我就想说练习 所以你当初学牵球 是为了希望抱抱爸爸的时候 比较安全 你用转腰的力量 还有就是能比赛 然后这样比较光荣 手不要分开来 要下去的时候又拉下来 原来练牵球可以训练身体 好让爸爸不会受伤 在文山橱矿的外表下 有着细腻的体贴 虽然生活这么忙碌 文山上课的时候 还是很认真 好,请问中南的 他这四个字的特色是什么 有I 共同数共同数 AI 对,都有AI 那AI都念 A A在英文几乎 几乎比定念A 好,我们来一下 D,A,Y 文山他是一个木讷的孩子 有时候会跟你讲一些调皮的话 但是他在调皮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还有一点点可爱的样子 我觉得他人缘还不错 不同的同学都有给他正面的回馈 这样的 以前班上的同学被欺负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跳出来去帮忙劝告人 对 他第一个去劝组 看起来木讷寒后的文山 原来很有争议感 好,加油 这两个 第八堂的牵球训练结束 已经六点了 文山快步地赶回家 因为他的爸爸还在计程车里面 等着他呢 我怕那个爸爸的胸口会撑大 会变大 那怎么办 那我就会用快步地走回家 爸爸回来了 有时候我会很慢回来 因为有时候有客人到哪里 那时间不一定 像今天没有什么人 我就在那边休息 我会很慢回来 这样 所以你这样压到伤口会不会痛吗 因为我马痹 马痹就 好像马马那种 有时候会抽筋 抽筋 是这样 有时候会症痛 因为医生说 脊椎神经有病变 所以可能 好像会压到哪里 才会痴痛 痴痛这样 好 这个都要早晚打一次 这样 这个是饭前打还是 这是饭前的 早晚 早晚 各位一次 这样子 每天都要打 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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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日式抖 我一挡在船上 我都不能动 都是要靠他 没有他 我就不方便 因为长期坐在轮椅上 爸爸的臀部 长了入床 肖像患有糖尿病 每天都要打胰島素控制血糖 雖然受到身體的折磨 不過爸爸仍舊努力地工作賺錢 我還有一點貸款 那方面我覺得我這樣的方法是一個運動 因為你看我以前很多朋友跟我一樣受傷的 都走了 我這樣子還在工作 當作運動對我 所以醫生也很驚奇 她說奇怪 人家都走了 她不相信我還沒有走 我那時候也是很徬徨 說怎麼辦 我這樣子沒有腳 因為以前有腳也可以自行料理上下床 一下子沒有腳 沒有平衡感 因為我現在要做沒有辦法做 要忍著斧子這樣 或是拉著這樣 所以我說剛好她長大了 濕濕地這樣 真的是老天 感謝老看 老天幫忙這樣照顧 好像丟一個小天使一樣 這給爸爸吃的 謝謝 感謝主耶穌給我們豐富的晚餐 雖然沒有三餐還未 但我們吃得很飽 很健康 因為旁邊主耶穌是給了秋風山智慧 讓她讀書一切都順利 向父送主耶穌的名 阿姨 下去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 都不要煮青菜 我說今天好好煮碗 把饭菜端进爸爸的房间里 父子两人共享一顿晚餐 这是文山和爸爸 一天中最珍惜的时光 我们这样用电话联络 因为现在去关山排班 我都没有什么人 阿爸没有,我是残障 我没有办法下来帮忙 客人提行李 我生意不太好 我都是靠熟人这样帮忙 已经晚上了 阿爸还要出门去工作 他的认真拼命 给了文山最好的身脚 文山也努力地成为 爸爸的双脚和靠山 小时候 爸爸就像是文山的双脚 带着他去认识这个世界 爸爸节制之后 换成文山 来当爸爸的双脚了 照顾爸爸的生活起居 所以小时候的文山 可是非常乖巧懂事的 可是在前年 文山迷上了网咖 功课退步非常非常的多 这让爸爸很担心 所以爸爸把他辛苦 工作存下的钱 买电脑送给文山 让文山就跟同学要 可以在家里面使用电脑 这让文山当然非常的感动 也开始反省 所以他会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可是张爸爸觉得很好奇 文山的爸爸双脚不是不太方便吗 那他是怎么工作赚钱的呢 文山的爸爸前一天晚上 工作到十一点多 今天清晨五点 他已经换好车 准备要送工人上山 因为那个是产业道路 自车车不能跑 还有那个这种登山车 有工作要把握 这是文山爸爸的座右铭 因为身体的残缺 不容易有工作机会 送完工人上山之后 文山的爸爸 要到关山火车站前面去排班 因此他四处找人帮忙 把自己先换到计程车上面 请回经史上се 考考可以 如果 怎么 escaped Behind 我 到了 时 来 来 有了 这打档接了 这打档接 来 这 这一百块钱 比你妈妈妈 是吧 拿出这个女的 是 这一小小叫 大海 好 那你打沙发干啥 我们不打沙发你 好 好 好 我利用这个机会就好好休息 这样子在排班的时候 刚刚枪是有工人的733 所以一大早就起来 因为乡校他们都是用电话联络 有电话去跑 而且要保护 有客人就要跑 你不跑的话以后 客人会慢慢流失 有一次 一部车子很赶一直跟在我后面 我就让他 没有几秒就被石斗打到 他老婆又很生气骂我 可是我不知道石斗什么时候 要落下来我不知道 就是甲油刹车 都在这边控制这样子 这样很多的这样 这个是刺牌打挡枪 就这边 所以我就这样子 他们的生活有时候 又在家不方便 都一直麻烦这个青雲山这样 平常就这样子 等到晚上五点的时候 就回去等青雲山下课 我就到里面 刚开始他脚都还可以 可是你也知道他从山上 摘那个野生芒果 野生那个爱玉 掉下来到现在 他不会环境所欺负 我觉得那种精神会 孤悟着我们 等下看到他我就 不简单了 但是他在做梅山上 看学生了 Annette 就是一切 它的梅山 下秋山 本市还没得回家 波日山 开始有点担心 我一直在做梅山 抱歉 破梅山 穆山 你在哪里 爸爸 大叔叔 甚至是 收回来 喂 这人是没想到 怎么了 我帮有人在跟别人聊天 等下你讲电话 他在一厢聊天 然后客人一直跟他讲话 来不及回忆 然后想说他如果很快会来的话 然后我就帮他按摩 他说他不太会累 他喜欢累的感觉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有那个压力 然后我就觉得 我爸爸是偶像 这个认真拼命的爸爸 其实并不是文山的亲爸爸 文山三岁的时候跟着妈妈改嫁 八岁的时候妈妈离开了 爸爸把文山当成亲生儿子一样 疼爱 照顾他 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彼此间的情感 比亲生父子还要亲 我幸运地遇到这个秋山 幸运地遇到这个秋山 当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长大了 平常以前他小的时候 我都放在这边 因为他那时候短短小小的这样 很好带 又不爱哭 我觉得爸爸说得我像 因为我觉得我还不算什么 我觉得我只是打扫家里 可是爸爸在外面工作 虽然他外表解肆 可是我觉得他很像正常人 每天都努力工作 有些人会嘲笑我爸爸 可是我觉得他不是残废的人 青天文山的家里 来了几位很特别的客人 他们是台东当地的瓷具志工 以及来自花莲慈祭医院的 颜慧美师姑 我给你 因为你们都要有礼物 好 辛苦了 好 辛苦了 文山还好吧 很辛苦 整肢又辛苦了 很辛苦了 太厉害了 这一点就要给他拍手 他明天也没有参加运动会 五年前 文山的爸爸因为伤口感染 而住进花莲慈祭医院 他截之后心情非常沮丧 多亏颜慧美师姑的开导和帮忙 才让文山的爸爸振作起来 对 帮我们插走 插走 大概在五年前 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在我们花莲慈祭医院 就是这个景象 那个时候我们想说 这个孩子还蛮可怜的 这么小 就一直在陪伴着爸爸 好像做一个小跟班一样 那知道他的家境之后 我们才知道 他们两个是分不开的 因为这个父亲需要他的协助 文山对爸爸的孝顺 获得了今年四季 新雅奖的夏尔蒂凯末奖 颜慧美师姑一直挂机着 乖巧的文山 今天特别前来探望她 同时也看看爸爸的身体状况 提供更适合的医疗协助 我帮我再下来 接下来住地 两个说正先 请外山的护士来看看 因为他里面伤口更深 所以请护士赶快来看 我们刚刚才要来 自己提这个回去的 对 跟他讲 这个可以 这居家的那天 居家护彩 外山医院居家护彩都有出来 给他等待一下 我会请我们观山的富士 再来彻底再教一次 小时候爸爸疼爱照顾文山 爸爸失去双腿以后 不管是家务打扫 洗衣煮饭 还是清理伤口 文山成了爸爸最好的帮手 他就像爸爸的双脚 不管到哪里 他会一直陪着爸爸 台语有一句说话说得很好 心的放一边 因为说得比大天 意思是说养育针 其实比生育针 带来的辛苦跟伟大很多 其实文山自己也有说 如果没有爸爸的话 他现在可能已经流落街头了 所以他现在对爸爸的照顾 可是尽心尽力的 所以他们现在的感情 可是比亲生父子还要好 好了 看完今天的故事 小朋友 你们也可以来想想看 怎么感谢辛苦的爸爸 让爸爸教你们 比如说爸爸辛苦上班回来的时候 可以倒一杯水给他喝 或者帮爸爸垂背 爸爸可是会非常高兴的 好了 记得要去做 今天故事到这边结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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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风呼呼 也变成温暖旅途